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1月28日 欢迎收看第四期的《妄为独报》 我是Zenfer 几乎推翻中共政权的六四运动 就是因为高校学生而起 因此中共当局特别留意 这次北京大学生抗议封控的动态 据报道 北京清华大学周日发生聚集抗议 封控政策的示威活动当晚 该校就突然宣布开通返乡专线 以提前将学生送离学校 11月27日的《新津报》 引述清华大学官微 清华此行之声在周日晚间发出的通知 该校以为更好服务 并保障同学在返乡途中的健康安全为由 宣布提前开通学生返乡清华专线 学生们将被迟送北京西站 北京站 北京南站 朝阳站 丰台站 首都机场 大兴机场等7个站点 并采取线上提前预约 加免费乘坐模式 网传视频及图片显示 数百名清华学生当天在紫金园食堂前举行集会 声援周六晚间中国多地悼念乌鲁木齐火灾遇难民众 以及反对封控措施的示威活动 学生们手取白纸或标语 呼喊民主法治 表达自由等口号 并合唱国际歌表达抗议 另有消息显示 清华校方当天曾承诺不追究学生责任 开放直接沟通学道 并将在周一就此举行座谈 以此平息学生们的集会示威 有评论指 这不过是中共的缓兵之计 中共对这些学生秋后算账是铁板钉钉的事 有谁听过中共不秋后算账的吗 中共治理国家能力差 几十年来一遇到问题出现 就甩过境外势力 一股脑将责任推给所谓居心捧测的境外势力 并且将暗示中国民众是不明真相的傻叉 虽说此次白纸革命受到中共网络防火墙的封禁 且中共官媒也都噤声未报道 但吊诡的是 在微博搜寻白纸关键词 还是有十多则相关贴文未被封禁 只不过这些贴文多针对所谓境外势力 透过白纸革命在中国搞事的讨论 但令人意外的是 留言区几乎多数都在讽刺这种甩锅或自欺欺人的说法 例如有网民质疑称 一夜之间全是境外势力 我想知道这么多境外势力 飞机票能买上吗 隔离吸满了吗 马变绿了吗 也有网民嘲讽网络五毛党老师带风向 把中国内部的矛盾甩锅给美国 他写道天天就会甩锅 拜登家里都能开吹炬店了 另一位网民则笑称 境外势力这两天放感恩节假 大家都知道外国人不加班 还有网民酸言酸语地说 中国防起爆雷 出生率为富 乌鲁木齐大货 贵州大巴侧翻 责任全在美方 怪美国就对了 但也有网民澄清 刚刚我几个熟悉的群里都有人去了 真的不是境外势力 别骗自己了 就连前党媒《环球时报》总编辑 著名五毛胡锡进 11月28日也接连发文称 近日敏感事件发生后 我们要防堵外音 治理改善内音 委婉地提醒中共照照镜子 自己也反省一下 胡锡进的贴文吸引了1.1万位中国网民留言 但部分留言对他提携的外部因素也是多所讽刺 一位来自北京的网民说 每次一有群众抗议 就是外部力量趁虚而入 怎么不想想 为什么给人家趁虚而入的机会呢 不能因为有外部势力的存在 就不能让群众表达诉求吧 两码事 搞清楚啊老胡 另一名来自河北的网民也批评 张嘴就境外势力 天天精选评论 境外势力从何处渗透 听听人民的声音吧 另一名来自江苏的网民就直言 我不是境外势力 我是中国公民 还有来自湖北武汉的网民就调侃 对对对 昨晚汉政街的5万多人全都是外部势力 原籍中国现已入籍台湾的网络工程师佐拉元 是中国知名的公民记者 对中国网络文化非常清楚的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甩锅境外势力是中共常见的一种转移国内矛盾的方法 有网友在这则新闻后跟帖说 甩锅别人是中共几十年的套路了 雾霾是美国的生化武器 汶川地震是达赖使得坏 河南水灾是美国人的气象武器在作怪 明年后年中国有什么危害共产党统治的事出现 美帝照样脱不了干系 利害国的本质就是一个受虐狂 中国大陆多个城市爆发白纸革命 抗议风控政策 其中还有不少学生挺身而出 然而南京传媒大学传书校长威胁参与学生要付出代价 对此29岁香港电影金像奖影后春夏留言表达感受 却也因为时机内容敏感引发热烈关注 春夏27日凌晨在微博转发一则PO文 对方内容写道 如果南传的这些孩子因为勇于发声而被校方报复 回头毕业或者找空做困难 请大家伸出援手 孩子们站出来了 大人们应该保护他们 不要做可耻的大人 而春夏在分享后与留言区感慨说 学生没有好的未来 是因为没有好的现在 没有突如其来的坏 现在好不好 真的需要每一个我们 对每一个可能看上去 事不关系的瞬间的在意和努力 春夏也说 大部分的人都做得很好 所以不能放弃要生活的土地和未来 我们的每一个选择都关乎自己的未来 好好在意自己的感受 才有资格获得好的未来 不仅如此 春夏还回复一名声援白纸革命的媒体人表示 嗨 什么也做不了的我们 只能在家跺脚掉眼泪 春夏的发言被传开后 引来不少网友负面批评 更因他于27日早上被发现 以自己的波文和留言都已删除 遭网友骂 煽动学生情绪 自己却躲在家里 干嘛鼓动别人 觉得不合理 自己上不就好了 不过也有人认为 春夏身为公众人物 能够发声已经很勇敢 还有网友指出 春夏可能不是删文 而是贴文因微博系统被隐藏 掀起热烈讨论 中共以消灭美帝和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为崇高目标 美国太空军负责人表示 中共军事能力的快速发展 对美国外太空的优势地位构成更大的威胁 美国太空军参谋长阿玛格诺星期一说 北京太空军事科技的发展取得了巨大进步 包括在卫星通信和可再次使用的宇宙飞船领域取得的进步 这些可以让很多国家快速提高他们的太空计划 阿玛格诺在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在悉尼举办的一个活动上说 我认为他们完全有可能赶上并超过我们 绝对如此 他们取得的进步令人吃惊 惊人的快速 北京过去在美国与俄罗斯主导的太空竞赛中一直落后 但近年来却取得了巨大进步 让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感到担忧 中共探阅工程负责人聂培健 把月球和火星比作北京试图宣称主权的南中国海的争议岛屿 中共也在研制试验科技 开采小行星和小行星球上的自然资源 阿玛格诺说 中共是唯一一个既有改变国际时序的意向 又更有实现这个目标的经济 外交 军事和科技力量的国家 阿玛格诺说 中共与俄罗斯一样近年来也进行了鲁莽的导弹试验 制造了大量危险的太空垃圾 他说 这些垃圾威胁到我们所有的太空系统 而这些系统对所有国家的安全 经济和科学利益都至关重要 2019年成立的美国太空军是美国第四大军种 阿玛格诺出任首位太空军参谋长 美国太空军计划星期二向其新的空间站派送三位宇航员 以上就是今天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 分享我们的视频 大家晚安 我们下期见 欢迎订阅我们频道